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Hi 我是Joyce Mann 讓哲學進入經營 建立企業成功基因 今天我們繼續談矜持哲學第25條 自我燃燒 每次看到這兩個字燃燒 其實我就特別澎湃 但是呢 我們身為企業領導人 一個人澎湃其實是不夠的 雖然企業經營哲學大部分在探討企業領導人自己的心性思維應該怎麼樣 但是談到企業整體的經營 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 員工嘛 那還有重要就是員工的心 幾種類型的員工 有一種是 你根本就不需要叫他去做任何事情 他就很積極去做 這個我們稱為他是所謂的自然型的 那再來一個就是可燃 但是它就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當然還有一種就是 不可燃 你再怎麼講 他還是一樣 按部就班去做他的工作 但是在企業經營當中 特別是現在這個環境這麼的嚴苛 我覺得除了企業領導人之外 所有的員工都必須要變成自然型 當然我們也知道很多人其實是必須要經過去觸發 去帶領 他也許就可以開始來成長 這個就是所謂的可燃型 但是很多的員工你怎麼念 甚至你怎麼拖著他走 他還是沒有辦法 但是這個部分就考驗到企業領導人 所以我們今天來談一下就是 我們怎麼樣讓所有的這些員工 我們必須要去觸動他們 所謂的自動自發的這種精神 還是必須要去教導 所以呢 最好的就是身教 所以每一個這個企業裡面的經營層 就必須要先率先取販 必須要先動手去做各種 我們想要讓員工做的這些的工作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我想必須要統一所有人的思維 講到這一點 其實我都會想說 那我們就一起念書吧 那念什麼書呢 所謂的道勝哲學 也就是像我們公司這樣要念矜持哲學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也可以去培養共同的心性 第二步呢 就是必須要所有的員工 大家的思維方式跟意識 要盡量相同 每一個主管所要做的這個指示跟提示 員工也才能了解 第三點就是 先讓一部分的這個可燃型的這些員工 可以把它挑起 它的自動自發的精神 同時呢 要跟著你們去做 而不是一開始就是 全部人都關在一個籠子裡 全部人都要教他一定要怎麼做怎麼做 當然 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必須要有時間 所以 我希望每一個企業領導人必須要清楚 如何的循序漸進 讓全體員工都成為自我燃燒的一群 企業才能真正的有 旺盛的這個燃燒力跟戰鬥力 讓企業順勢起飛 我是Joseman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錯 讓我們下回繼續聊哲學吧 再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